大家好,朱春龍 投資銀行瑞銀發表報告指 指他們從渠道調查顯示 今年首季澳門中場博彩收入繼續保持增長勢頭 中場日軍博彩收入運行率按季增長大約5% 貴賓廳方面,除了永利澳門和銀魚之外 當地貴賓博彩受到季度較正常為低的殺數2.5至2.7的影響 貴賓廳的殺數低了 雖然如此,澳門貴賓博彩錄得賭收 仍然按季增長14% 瑞銀仍然看好澳門博彩業首選偏向金沙中國和新豪國際 在報告中瑞銀說 永利澳門、美高媒、中國和澳博 在今年首季市場佔有率都有進漲 在眾豪島估中,永利澳門首季市佔率增幅最大 按季增加0.8個百分點 主要受到中場博彩增長大動 美高媒、中國和澳博在貴賓博彩有進漲 並錄得增長 帶動市場佔入率分別按季增長0.7和0.5個百分點 當中金沙市佔率跌幅最大 按季減少1.6個百分點 銀河娛樂減少0.4個百分點 新豪博亞市佔率維持穩定水平 可能因為市佔率跌了 所以銀河的股價昨天跌了7.1個百分點 今天康復跌了 升近2個百分點 報34.8個百分點 摩根斯丹利發表報告指 銀河估值日價來自旗下澳門銀河 第三四期的擴充計劃 但最近市佔率損失 預料對盈利預測帶來負面影響 蠶食相關日價 因此他們將銀河的評級 由跑贏大市調低為大市同步 並將銀河的目標價調低17%至38元 今年全年估計的ebitda調低14% 大摩子投資市場 預期澳門銀河三期開業後 銀河的中場博彩市佔率達到2成 但該行反而估計 銀河今年首季市佔率跌至17.2% 並說市場低估銀河要增加營運開支 只能增加市佔率和非博彩項目的投資 令營運槓降低 隨著銀河同業恢復派息 該行預料銀河同業之間的日價差會收窄 沒辦法 現在澳門的博彩業以中場為主 得中場、得天下 中場主要是靠推廣 如果推廣被動一點的話 可能市佔率就會被其他主動博企搶走 美高梅、永利那些 最近做得不錯 這集就看到星期一開箱之前 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